星期四負責監督出口管制的美國高級官員表示 預計將在短期內與全球盟友達成協議 限制向中共出口晶片生產設備等等 這個舉措若果實現將擴大美國限制中共獲得尖端半導體技術 從而打擊中共利用高技術發展軍事監控人民 這位官員形容使控制多邊化是一項正在進行的工作 美國的盟友包括荷蘭、日本等國 這些國家的公司都受到美國複雜法規的制約 限制他們向中國客戶銷售的產品 當被問及遠盟國達成的協議中將會包括新出口規則哪些部分的時候 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艾斯特維茲說 他們正在研究整個範圍包括晶片和工具 艾斯特維茲又表示美方的行動完全是出於國家安全 他否認這一系列的新規則是追求與中方脫勾 並且表示美國將會在越盟國就多邊方式進行談判期間 分享有關中共的潛在威脅